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今天是周五了 那我在这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的情况 那昨天呢 澳洲股市是继续延续了第三天的连续上涨 虽然涨幅并没有太多 但是各个板块都有不错的表现 最终呢 涨幅澳洲200呢 是上涨了0.3% 收在呢 5753点 这样一来呢 澳洲股市也是三天保持在了5725之上 那么换句话说呢 就是基本上站稳了5725的位置 中国方面呢 昨天啊 这个人民币也是再一次暴涨 那么这样一来 人民币在两天之内上涨幅度超过了1200个点 对于美元比例呢 从6块9毛8反弹到了6块8毛7左右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呢 昨天也是有轻微上涨 涨幅为0.2% 深圳方面呢 则有大约是0.1% 左右的下跌 那么在其他方面来说的话 欧美股市整体波动都很小 幅度在0.2之内 那么黄金则延续了过去连续5天的上涨 昨天是第6天上涨 黄金价格呢 也从之前底部的 大约是1130附近 目前重新反弹到了1180左右 那油价同时也有1%的上涨 主要归功于呢 美元指数的下跌 换句话说就是美元昨天有所贬值 非美货币呢 大部分都有所上涨 那在今天我们着重跟大家说的热门话题呢 就是这个现在人民币的反弹 是否是只是昙花一现 我在本周初开始说到呢 这个上周由于这个外汇管制条例的最新条例的出台 所以这个人民币 换句话说呢 就是房价需要被控制住 但反过来呢 汇率开始逐步开始保汇率 那这个话题 我们本周也是连续说了好几天 那人民币的汇率呢 也是连续上涨了好几天 那我本人当然是没有那么的神了 但是呢 大的方向我们这次呢 还是非常准确的把握到了 但是呢 我们这几天也看到了 在这个包括了微信朋友圈也好 或者各大媒体上也好 很多的标题啊 都是写得非常的夸张 有些是比如说 这个境外做空势力阴谋再次这个失败 或者说呢 人民币卖空 这次的阴谋再次落空 等等等等 这类标题 那我觉得呢 稍微有一些夸张 有些极端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利用这个时间简单来说一下 我个人对于人民币这次反弹原因的一些主要看法 我们知道啊 这个人民币啊 它其实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 中国目前的经济依然没有非常好的反弹 人民币在增发 人民币的基础汇率 基础准这个基准率呢 也在下跌 但另一方面 美国的经济在好转 同时美元在升息 这样两个大环境呢 一个是往东 一个是往西 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方向呢 美元是升值 人民币是贬值 目前没有改变 那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天 两三天里面 人民币却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呢 从这个我们不禁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呢 就是这个啊 人民币呢 它其实啊 是有一些 跟其他货币有些区别 它分为了境内人民币和境外人民币 又称为离岸人民币 离岸人民币呢 是在香港上市发行的 盘子比较小 只有两三千亿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便于控制 那这一次人民币上涨呢 主要动力是来自于何方呢 应该来说呢 应该是来自于 我们如果说的官方一点的话呢 是叫做啊 中国银行利用了某些技术手段 来挫败了 做空人民币的势力 但是如果我们把话 说的直白一些的话呢 其实就是利用了改变规则 来迫使空方呢 是强行平仓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 它的盘子不大 只有几千个亿 所以这个可以说 这个水池里的水 并不是很多 那如果你要做空人民币 换句话说 你要卖空 你势必呢 就要问银行 或者是机构呢 去借了人民币 再去卖 你手里得有货啊 你才能卖啊 是吧 所以你去借人民币的时候呢 就会付出相应的 这个借贷利息 那么随着呢 这个央行呢 用了一种办法 叫做把水池里的水抽干 你本身这个 可能这个盘子 有两三千个亿 它把两三千个亿 其中五百个亿 一千个亿呢 把它收回 让市场流通性呢 急剧减少 这样来说 你如果要做空人民币 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更高的成本 才能去借到 那这个成本有多高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人民币最高时候的 当夜啊 这个借贷利率呢 达到了年化 百分之三十八 这个年化百分之三十八呢 看上去似乎是不多 你如果是一两万的话呢 也没多少钱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你如果做空人民币 是动辄几个亿 我们就以一个亿来计算 每一天的成本 就会高达十万人民币 因此 在这么高的成本之下 做空势力呢 毫无疑问 就不得不强行平仓出场 那换句话说 其实呢 这次人民币的大幅上涨 特别是离岸人民币的 大幅上涨 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是利用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把这个水抽干 才能让人民币暂时的反弹 那么可能朋友们要问了 那既然能够抽水 为什么不天天抽呢 这个水池里的水 既然那么少 那我天天让它水少就好了 那么抽水的话呢 我们说你真的去食堂抽水 你要费电吧 你要租机器吧 你要有成本吧 这些成本放到金融市场里面的话呢 就有很大的人力物力 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 因为你这个一两天抽抽水还好 如果你天天抽天天收 那就光明正大的人 那被人指责成了 这个货币汇率呢 操纵国 这个对于这个国际形象 形象呢 非常不利 那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知道呢 现在其实呢 天是一直在下雨 或者说人民币 在一直在增发 它的新增贷款 一直在增发 因此呢 池塘里的水 如果你不去抽 它会越来越满了 所以你天天抽 也永远抽不完 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去难得抽一两天 池子里的水呢 下跌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呢 你天天抽的成本 将会非常之大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知道呢 这一次 这个星期 人民币连续三四天的反弹 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起到的是一个心理的安慰作用 或者说呢 它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作用 这话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啊 上个星期六 如果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个人购会 要受到限制 要受到管制了 钱汇不出去了 那你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 你第一个想法肯定是 你不让我汇钱 那我就偏要汇 我怎么也要把钱给逃出去 卡在国内的什么也买不了 所以说如果民众是这个心态 那么在本周二的时候 势必会有很多人去银行里面 换汇 或者说把钱寄出去 但是呢 你一旦寄出去 后来过了几个小时 就会发现 哎 人民币价格上涨了 我汇早了 我亏大了 那没有寄的那些人呢 则会想 哎呀 我幸亏没有寄 还是等周三吧 结果周三 人民币继续上涨 他就会等周四 结果周四 人民币再一次上涨 他就会想现在人民币这么强劲 那我就先不换了 先等等看再说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 我要等等看再说 那其实呢 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也就是说 就限制住了民众 从心理上 从原来的 急着要去换钱 现在变成了 等等看再说 或者说呢 我是换了以后很吃亏 宁可不换 所以其实 这个上周六推出的最新的换汇政策 以及呢 本周周二周三周四 连续人民币的上涨 它其实原本就是一个配套好的一系列政策 这个星期人民币的上涨 换句话说 很大程度上来说 起到的呢 并不是一个长期效果 更多的只是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 安抚民众不要去挤兑 不要去抢购 你可以等几天 到时候汇率呢 还会往上涨 你还会更加值钱 让人们呢 能够安心一点 这个呢 在我看来 才是这一周 这个人民币反弹的一个主要目的 当然了 刚才也说到 天一直在下雨 经济政策一直没有变 美国和中国一直是南辕北辙 在这样大的环境之下 抽水的时间不会很长 人民币的反弹 注定也必将是一个短期行为 因为在目前经济政策 经济刺激不断的情况下 如果你把市场上的量抽完 那么货币的流通就会大大降低 那么呢 这个经济的活跃性也会大大降低 因此呢 中国目前呢 依然将会是以小幅下跌 有限下跌 来控制人民币的跌幅 主要呢 还是不能让它过多的影响到经济 那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晚上12点30分 加拿大是这个失业率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今晚是美国的大飞农数据 澳洲时间晚上12点30分 中国时间晚上9点30分 美国大飞农数据 以及呢 美国的失业率和他们的实行人 工人实行的数字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所有的产品来说 必将会是一个非常波动之夜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 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